内行故事低调说今天介绍一部 老太太喝了神奇饮料后 瞬间跑出百米冲刺的成绩 但却有副作用的电影 并差时间 话说老太太宝儿姐今年已经86岁了 年纪巨大又是孤寡老人的她 早就生活不能自理的坐上了轮椅 坐回宝儿姐在退休的时候 给自己买了一台仆人机器人老钉头 多年来 老钉头一直勤勤恳恳的照顾着宝儿姐的身体 不过越有殷勤圆区 越有旦夕祸福 机器人也是有寿命的 最近宝儿姐就发现老钉头动作越来越慢 还经常忘事 但最近电视广告上出现的新型机器人笔 简直就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这天宝儿姐正在家里看电视 心情的老钉头就给宝儿姐递上来一杯咖啡 宝儿姐一口喝下去 差点没吐出来 这杯咖啡老钉头忘了放糖 喝起来简直比黄脸还要苦 宝儿姐就示意老钉头赶紧加糖 结果老钉头就在关键时刻死机了 无论宝儿姐怎么比划 她都是待在原地不动 无奈之下 宝儿姐只好拄着拐杖亲自去拿放糖 结果走两步宝儿姐才发现 自己目前的身体状况 哪一个放糖那都是难度系数9.0的事情了 就在宝儿姐拼尽全力 试图触碰糖喝时 老钉头忽然从死机中清醒过来 她立马意识到没给宝儿姐的咖啡里面放糖 于是她跑到桌子这边 直接拿走一块放糖 直接跑到客厅等着了 而这一举动可就把宝儿姐晾在了原地 宝儿姐无奈地叹了一口气 最终只好默默地拄着拐锅往回走 而就在宝儿姐端起杯子时 她才发现老钉头已经老化到 每天放糖必须在同一位置 一换位置老钉头又会瞬间死机 终于宝儿姐再也忍受不了老钉头的衰老 她立马抄起电话 给电视购物的节目组拨打了电话 而节目组也是十分给力 分分钟最先进的机器人就被送到了宝儿姐家门口 新机器人刚一进门 就把老钉头给丢到了路边的垃圾桶里 而新机器人小白则在宝儿姐家里 变出了一台跑步机和一瓶功能饮料 小白的计划是让宝儿姐每天锻炼 早晚把轮椅和拐杖都丢掉 而宝儿姐在喝完功能饮料后 身体果然出现了变化 她感觉自己明显变年轻了 常年不离手的拐杖都被她丢到一边 就连她的满头银发都不得不站立起来 在小白的指导下 宝儿姐终于踏上了跑步机 而且一跑就根本停不下来 与此同时 被扔到门外的老钉头偷偷躲在窗户上查看情况 结果目睹了宝儿姐七老八十了 还能在跑步机上拼命奔跑 可是老钉头看一看宝儿姐 小白却不允许 很快她就过来拉下了窗帘 就这样 无奈的老钉头只能在凄凉的夜雨中寂寞地离开了 她回到宝儿姐废弃的房车车厢里 看着宝儿姐跟自己的合照 黄黄的伤心 逼一逼小白给宝儿姐制定的运动计划 正在不停地加码 每次宝儿姐坚持不住的时候 小白都会给宝儿姐喝一瓶加料更多的功能饮料 奈何宝儿姐已经是老胳膊老腿 这家多少药都只是在透支她的体力 很快宝儿姐就坚持不住 她下意识地呼喊老钉头的名字 希望老钉头能来救她 而老钉头平起多年培养的默契 真的就听到了宝儿姐的求救声 她二话不说 推着轮椅就冲了过来 可是冲进房间后 就因为不是小白的对手 会揍得浑身冒着青烟 直接被赶了出去 而此时的宝儿姐明显已经不行了 心率达到180的她 马上就要进医院了 宝儿姐的危险自然被老钉头感受到 老钉头终于不顾危险 再次杀了进来 她这次静止来到跑步机旁边 直接把宝儿姐抱了下来 而小白这时也是怒火中烧 直接激光伺候 老年级老钉头哪里是小白的对手 三两下就又被打倒在地 就在小白试图干掉老钉头 以绝后患时 宝儿姐看不下去了 直接用轮椅推着老钉头就跑 小白则直接拦在前面 关键时刻老钉头忽然懂得变通 她拔下自己的手 直接给了小白一巴掌 直接把小白打飞出去 小白像炮弹一样射飞出去 最后又返回来 撒坏了无数东西 宝儿姐的老家也没能幸免于难 无奈之下 宝儿姐跟老钉头一起搬进了房车车厢生活 目前他们唯一要做的就是 把正在播放最新型号机器人广告的电视扔出去 自此全球中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对于生活中的合作伙伴 可靠永远比聪明重要得多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说到这里 喜欢我就关注我 我们下期再见